听书世界名著系列 与你开启智慧之路 把你沉浸在你自己的相音时光 把你迎接每个美好的清晨 倾听伟人的声音 学你提高你的汉语听说能力 陪伴每一个你自己的时光 恭请订阅听书世界名著系列 听书有声书世界名著系列 第462期英国经典文学名著 诺桑爵士 作者Jean Austin 第十四章 第二天早晨天气晴朗 凯瑟人真有点觉得聚在一块的那几个人 又会来攻击他 现在有Alan先生的支持 他也不怕这样的事发生 不过假如得胜本身是令人痛苦的话 那么他倒请愿不参加竞争 所以他从心底里感到高兴 既没有看到他们的人影 也没有听说有关他们的消息 到了一些约定的时候 天儿女兄妹就来叫他了 由于并没有新产生的麻烦 没有突然想起来的事 没有突然冒出来的召见 也没有冒冒失失闯进来的客人 打论他们的计划安排 因此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的女主人公就可以一反常情地 实现她与朋友的约会 尽管这是以男主人公本人之间的约会 他们决定去游览那座壮丽的小山 即山毛举牙 山上青葱一滴的草木矮林 实在引人注目 几乎巴斯 每座建筑的窗户 都能望见山上的草木 我一看到这座山牙 他们在河边散步的时候 凯瑟人这样说 就会想起法国的南方 怎么说 你到过国外 Henry有些惊讶地问道 哦 没有 我只是想说 我在书上看到的 他老让我想起 尤道尔佛之谜 从Emory和他的父亲游历过的相间 你总不看小说吗 为什么就不看小说呢 因为小说与你还欠妥 男人们是读正经书的 无论男人还是女人 要是对一本优秀的小说 没有兴趣 那必定就是一个极愚蠢的人 我把拉德克利夫夫人的书都看了 大部分都很喜欢 尤道尔佛之谜这本书 我拿起来就再也放不下 我记得两天就读完了 自始至终都叫人毛发倒数 对 天尼小姐补充说 我记得你答应读给我听的 后来我被叫去回一封信 仅仅五分钟 你也不肯等一等我 拿着书躲到饮食局里 害得我只好 等你看完了再看 谢谢你 艾利诺 一个非常诚实的证言 毛岚小姐 你知道了自己不公正的怀疑了 你看 我如饥似渴 为妹妹连五分钟也不愿等候 我答应给她朗读 但没有信守诺言 读到引人入胜的章节 却拿着书溜走了 而那本书请注意 就是她的书 是她自己的书 想着这件事我就觉得自豪 我想你听了这番话 一定可以纠正你对我的看法了 我听了真的非常高兴 现在我也不会因为自己喜欢 由道尔佛之谜而难为情了 不过我以前真的以为 男人们瞧不起小说的态度 令人惊讶 是令人惊讶 要是男人们瞧不起小说的话 那的确让人觉得惊讶 因为他们跟女人一样 看很多小说 我本人就读了许多许多 说到什么 朱利亚咯 路易斯咯 关于这些人物的知识 你别以为 我不是你的对手 假如我再深入一步 再没完没了地问 这本书你看过吗 和那本你看过吗 那我很快就会把你 远远地扫在后头 就像 我该说像什么呢 我想 找一个贴切的比喻 就像你的朋友 Emily 跟他姨妈进入意大利 把可怜的 瓦伦科特 甩了一样 你想想我出道 要比你早许多年 我当年在牛津大学 开始做学问时 你还只是个 在家里 描袖花花样的 听话的小姑娘呢 恐怕并不很听话 不过说正经话 你不以为 尤道夫是最好的书吗 最好的 我以为你这么说的 意思是最精美的 那还要看书的装真如何了 Henry 提着你小姐说 你真太不奖励了 莫兰小姐 她是完完全全 那你当我一样来对待的吧 她老实在挑我的毛病 说我欠词造句 有些不妥贴 现在也同样 挑起你的毛病来了 最好的 这个词 像你这样用法 是不合她的规范的 你还是尽快 换个说法吧 要不然她一路上 会没完没了地搬出 约翰奇和布莱尔来 教训我们了 说真的 凯斯仁说道 我并没有要说 与事实不相符的话 这本书的确是一本好书 我为什么不能说好呢 很正确 Henry说 今天天气非常好 我们途步旅游很好 你们是两个很好的小姐 哦 这真是一个很好的字眼 哪里都可以用得上 这个词 原来也许只是用来表达精美 贴切 雅致高雅等意思的 人们在衣着 简洁或选择方面 好挑剔 讲究 可是 如今随便就什么话题 说任何称道的话 都可以用这个词 表达 而实际上 她妹妹说 这只适应于 应该 适应于你 但我这话 没有一点称赞的意思 你是好吹毛求刺的 但一点也不明智 莫兰小姐 委屈理她 让她 去尽情地斟酌 用词地贴切一封 挑我们的毛病吧 我们只管 挑我们最喜欢的词语来赞扬 如道尔佛之谜 管她什么 贴切不贴切 这是一部 很有意思的作品 你喜欢这一类书吗 说老实话 我喜欢这类书 别的 就不怎么喜欢了 真的呀 就是说 我也读读诗歌呀 剧本呀 那一类书 游记也看些 可是说到历史 那种真正严肃的历史 就引不起兴趣 你呢 喜欢 我喜欢历史 我希望自己也喜欢 历史是读过一点 那是当一门功课 但是书上说的 都是些 我觉得厌烦 毫不感兴趣的书 主教与国王的争吵啊 还有战争 瘟疫呀 一页一页 都说的是这些 男人都是无用之辈 几乎不提女人 真叫人乏味 但我常常觉得很奇怪 怎么会这么乏味 因为历史书上 好多东西 一定都是虚构的 阴行嘴里说出来的话 他们的思想 他们的鸿头计划 这些方面的主要内容 必定是虚构的 而读别的书 那些虚构的内容 我倒很爱看 你认为那些历史学家 听你小姐说 在驱使他们的想象力方面 是很不走运的 他们表现出了想象力 但又没法子 激发人们的兴趣 我喜欢历史 无论真假 我都坚书并续 非常乐意接受 在主要的史诗方面 他们都参考过去的 历史著作去记载 而那些历史著作 以记载 我认为是可以相信的 就像那些实际上 并为自己亲历的事物一样 至于你所说的虚构的细节 也不过是细节而已 我 而我呢 就喜欢这样的历史故事 如果一篇演说写得很好 我就很爱读 不管是谁写的 假如出自匈马先生 或罗布辛先生之首 而不是卡拉克塔克斯 阿格里克拉或 阿尔佛列德大王的原话 可能我就会更加爱读 你这么喜欢历史 我爸爸还有艾伦先生 也爱喜欢 我有两个弟弟 也不讨厌历史 真了解 我这么几个亲友中 就有这么多喜欢历史的人 这样说起来 我也就不再把历史 写历史故事的人 看作是可怜的人了 要是人们喜欢读他们的书 那当然也是好事 不过 花这么多精力 去写大本大本 我过去认为 学也不愿意翻一翻的书 辛辛苦苦 父母爱写作 只不过是 要来折磨那些男孩女孩 我老觉得 这真是命运的冷酷 现在我知道 这完全是 非常正确 非常必要的 但是人 竟会坐下来 立志完成 这样的一件工作 我常常惊叹 他的勇气 男孩女孩 应该受些折磨 好人说 凡是熟悉文明制度下 人之本性的人 谁也不会否认这点 但是 为了我们 最著名的历史学家的利益 我倒要指出 认为他们没有更高的目标 那是很可能会触怒他们的 而且他们是完全有资格 凭借他们的方式 与风格 来折磨那些 最有理智 最有 具有 最成熟人 人生经历的读者的 我用的是 动词折磨 因为我注意到了 那是你自己的方法 而不用教导 假如这两个词 现在可以算作 是一组 同一词的话 你觉得我很可笑 把教导 说成折磨 可是 假如 你也像我以前一样 常常听见男孩女孩 怎样 先学字母 然后 又学拼写 假如 你也像我一样 看见 我们整个上午 怎样呆头呆脑 我可怜的母亲 一个上午下来 又是多么劳累 那么 你就会承认 折磨 以教导 有时候 是可以当作 同一词来用的 那是很可能的 但是儿童识字的困难 是不应该 由历史学家来负责的 就连你自己 虽然 似乎并不 完全赞同 孜孜不倦 勤奋刻苦 但也许 还是会承认 为了今后 能读能写 花上两年时光 受点折磨 也是值得的 想一想 假如 没有学会识字 拉德克利夫夫人的 书 岂不就白写了 或者说 也许 就不会有她的书了 凯瑟人表示赞同 听她大心点有力 赞美了 一番那位夫人 吸引读者的技巧之后 大家便结束了 这个话题 蒂尔尼兄妹俩 不一会儿 谈起了一个新话题 她是一句话 也插不进去 她们在用 非常熟悉 绘画的眼光 观察 这一片景色 怀着具有 真正 鉴赏力的 极大热情 认定 这片景色 可以入画 听到这里 凯瑟人 迷惑了 她一点也不懂 绘画 一点也不懂 鉴赏 她取经会神的 听着他们俩的谈话 然而 她一无所获 因为他们用的字眼 她几乎一点也不知道 是什么意思 而她 所能听懂的那一丁点 却似乎又与她过去 关于这个问题的 一知半解 相左 似乎要取一个好景 不再是站在高高的山顶上了 同时 蔚蓝的天空 也不再是大好晴天的证明 她为自己的无知 而深深地感到羞愧 可 这是不合时宜的羞愧 人们倘要结交朋友 始终要表现出无知 要是表现出 无所不知的样子 那就等于说 没有能力迎合别人的虚荣 这是聪明的人 始终想加以避免的 一个女人 假若她不幸 有些知识的话 尤其得尽可能加以掩饰才是 美丽的姑娘 长了一个笨脑袋 其有利之处 另一位女作家的神花妙笔 已有著述 除了她所说的之外 就这个问题 我只想补充一点 为男人们说句公道话 尽管大多数轻薄的男人认为 女人之蠢 反倒很能衬托出 她们容貌的美 但是 她们也有一部分人本身 就极为明智 博学 因此不需要女人 无知之外 还有别的品质 然而 凯瑟人对自己的 这一个优势 并不了解 不了解一个 容貌较好 温柔多情 同时 有很无知的姑娘 是绝不可能吸引 不了一个聪明的小伙子的 除非 外界条件 处处 以自己作对 在眼前这个事例中 她承认自己知识的贫乏 她为此而感到遗憾 并表示 无论如何 也要学会画画 她听后 立即给她讲解了 一通绘画的理论 她的讲解 明白一懂 她立即开始看到了 她所赞美的 每一处景物之美 而且 她又是 那般全身贯注 以至她完全相信 她具有 天生的鉴赏力 她讲到了 近景 远景 次远景 旁衬景 透视法 光线明暗 凯瑟瑞 真是一个 有出息的学生 等到他们登上 山毛举 牙顶的时候 她自觉地指出 整座巴斯城 都不配入画 Henry此时 既为她所取得的 进步而欣喜 又担心 太多的绘画知识 会使她生艳 也就顺其自然 不再多说 她将话题 很随意地 从一块 岩石碎片 和一颗枯萎的 地树 转到一般的栗树 继而谈到 树林 林场 皇帝 皇室土地 以及政府 并且 一下子就谈起了政治 谈政治 则是通向 沉默的 方便之路 她简短论述了 国家的状况之后 大家一时 都无话可说 这庭顿 被凯斯仁打断了 她用相当 郑重的口吻 说出 这样一句话 我听说 伦敦不久 叫出 一桩非常 令人震惊的事 这句话 她主要是 说给 天尼小姐听的 天尼小姐 听了 吓了一跳 并急忙 答话 真的 是什么性质的呢 我不知道 也不知道 是谁的大作 我只听说 是比我们迄今为止 所见的 还要可怕 天哪 这种事 你是从哪里 听来的 我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 昨天从伦敦 给我来过一封信 心中 讲到了这件事 据说非常可怕的 我看 总是谋杀 以及诸如此类的事 你说起来 像没事似的 不过 我倒希望 你那朋友说的 是夸大其词的 要是这样的一个计划 实现让人知道了 政府 毫无疑问 会采取适当的措施 加以防范 不让它发声的 说到政府 Henry说道 竭力不笑出来 对这种事情 既不想干预 也不敢干预 杀人的事 总并免不了 政府并不关心 这样的事情 有多少 小姐们听得发了呆 她哈哈地笑起来 并补充说道 得了 要不要 让我来帮助你们俩 彼此了解一下对方 还是让你们自己去苦苦思索 寻找答案呢 不要了 我要高尚一点 我要以我清晰的思维 和宽广的心怀 来证明 我是一个大丈夫 对监货放下架子 像女人一样去理解事情 抱鄙视态度的那些男人 我是不能容忍的 也许论天资 女人是既不健全 也不尖锐 既不强劲 也不敏锐 她们还可以缺乏观察力 洞察力 判断力 热情 天才 和智慧 莫兰小姐 她说的话 你别放在心上 还是请你说说 这起可怕的暴乱事件吧 暴乱 什么暴乱 亲爱的艾琳娜 暴乱 只不过存在于你的脑子里 你把事情叫得乱七八糟了 莫兰小姐说的可怕的是 不过是一部新的出版物 该书不久即将出版 十二开本 共三卷 每卷二百七十六页 第一件飞夜上 画着两块墓碑 和一盏提灯 你明白了是吗 你呀 莫兰小姐 你说的明明白白 我的傻妹妹 全都误解了 你说到了伦敦 可能会出现的恐怖 但是 她并没有像一个 肯动动脑筋的人那样 立即想象出 这些词句 智能跟付费图书馆有关 而是马上在脑海里 描绘出一幅三千之众的 暴民在圣桥之广场集结 英格兰银行遭到袭击 伦敦塔 没在旦夕 伦敦街头 雪林车河 青庄龙起兵 第十二团 他是民族的希望 哈哈哈哈 的一支小分队 从北安 普通调来 镇压暴力 而英勇的 弗莱德里克 帝尔尼上尉 正率领士兵冲锋的时候 被一块从楼上窗口 飞来的砖头击中 落下马来 请原谅她的愚蠢 她除了女人的脆弱之外 还有小妹的担忧 不过呢 她绝非通常 所说的傻瓜 凯瑟瑞 则是一脸的正经 Henry Tierney小姐说道 既然 你已叫我们了解了彼此 那么 你也应该 让莫兰小姐 了解你本人 除非 你有意义 让她觉得 你对妹妹 是极无理的 一说到女人 你就是个 蛮不讲理的人 莫兰小姐 可不习惯 你那怪脾气 我会很乐意 让她熟悉起来的 那当然 不过这也说明不了 目前的状况 那我要怎么办呢 你现在明白 该怎么办 你要当着她的面 大大方方的 表明自己的个性 告诉她 你高度评价 女子的理解力 莫兰小姐 我高度评价 世上一切女子的理解力 尤其是那些 我正巧 正与之作伴的女子 无论 她们是谁 那还不行 要再严肃一点 莫兰小姐 谁都没有我 对女子理解力的评价高 我认为 女子天生 有那么高的材质 实在 是连一半 也用不上 莫兰小姐 现在我们要 她说的再严肃一点 是不能了 她现在是 严肃不起来的了 不过 我的确可以 叫你放心 如果她有时候 会让人觉得 对女子评价不公正 或是对我说话不客气 人们必定 完全误解了她 凯瑟琳 自然认为 Henry Tierney 是绝不会错的 她的方式 有时候让人感到意外 但是她的本意 必定始终是功能的 于是 理解的是 她 有种佩服 即使不理解的是 几乎 也是一样的佩服 这次远足 自始至终 都是令人愉快的 虽然时间太短 但是结束时 也是让人感到非常愉快的 她的朋友们 把她送回了家 Dierney小姐 在分手的时候 彬彬有礼的 对她和 Alan太太说 请她们两天后 光临 共进晚餐 Alan太太 并不为难地 接受了邀请 至于凯瑟琳 唯一的尴尬 是如何掩盖自己 过分的喜悦 整个上午 过得如此美好 弄得她把友情 与亲情 一股脑 都丢开了 因为 她 与他们演足的时候 根本就没有想到过 Isabelle和James Dierney兄妹俩 走了之后 她又怀着 较亲切的感觉 想起了他们 不过这种感觉 实现了一会儿后 也没多少笑过 Alan太太 并没有 可让她 试念的消息 要转告 她也没有听到 关于 Isabelle和James 的消息 然而 上午将近的时候 凯瑟琳 因为切少 一码左右的缎带 需要 立即去买 于是 出门到了街上 碰巧 就在 邦德姐赶上了 走在前面的 索普家的二小姐 当时 她正慢悠悠地 朝 A的家大楼走去 她的两旁 是两位世上 最可爱的姑娘 她们跟她 已经一起 玩了一个上午 从索普家 二小姐那里 她很快得知 去 克里夫顿的 那一行人 已经出发了 她们早晨 八点钟 出发的 安妮小姐说 可是我的确 不眼红 她们的交友 我认为 我跟你 免了这一趟苦 才开心呢 到那儿去 一定是最无聊的事 因为这个世界 克里夫顿 是一个人也没有的 贝尔 跟了你哥哥 John嘛 她带了Mary 听她说交友 是这样安排的 凯瑟人心里 确实感到很高兴 而且嘴上 也这样说了 哦 是的 对方接话道 Mary失去了 她是非常想去的 她觉得 那一定非常有意思 我可不会说 我赞赏她的趣味 信我本人 我一开头 就决意不去的 即使他们 硬是劝说 那我也不去 凯瑟人听了这话 有点将信将疑 禁不住问道 真愿你也能去 你们不能都去 怪可惜的 谢谢你这样说 不过 这对我来说 完全是一桩无所谓的事 真的 我是怎么也不会去的 我刚才在跟 Emily和Sophia 这么说说 正巧你来了 凯瑟人还是不相信 但她很高兴 Annie小姐 还有Emily和Sophia 这两个朋友 来安慰她 她向Annie告了别 心中不再感到很不安 然后就回了家 她们并没有因为她 不肯加入 而没有成行 是她心里觉得舒坦 同时 大新典礼 祝愿她们玩得非常愉快 这样一来 James和Isabelle 也就不会 再因她坚持不去 而对她 怒气冲冲的了 诺桑爵寺 第十五章 第二天一大早 Isabelle来了一封信 信的字里行间 透露着有爱和亲切的感情 她还请求能立即见她朋友一面 说要告诉她一桩极重要的事情 凯瑟人读了信之后 无比的欣喜 既感到知音难得 又不免心生好奇 于是就匆匆赶往安德加大楼 客厅里只有索普家最小的两位小姐 没有旁人 在安妮小姐起身去叫她姐姐的时候 凯瑟人趁着机会 向另一位小姐打听她们昨天交友的一些细节 提起昨天的交友 Mary再也找不到比这更愉快的话题了 凯瑟人于是立即便得知 这次安排的交友 从头至尾都是最愉快的 谁也想象不出 这次交友有多快活 这就是头五分钟打听到的消息 接着五分钟里 再问下去就是 他们赶着马车直接到了约克饭店 吃了一点汤 还订了早中饭 然后赶往温泉房 尝了矿泉水 又花了几个仙令 买了钱包和金矿石饰品 出了温泉房后 到一家点心店吃冰糕 然后赶紧回到饭店 急匆匆 三口两口的吃完中饭 以免摸黑回家 后来赶马车回来的路上很愉快 于是月亮还没有升起来 天下着小雨 而且墨兰先生的马太累了 他几乎赶都赶不动它 凯瑟人听着 从心底里感到满意 他们似乎连想也没有想过要去布莱士城堡 于是其他也没有什么可感到抱怨的 玛丽说完之后 一点点小事情 瞧你 瞧你这鬼觉得双眼 把什么都看得透彻 凯瑟人只能以不知所云的正正目光作答 喂 我亲爱的 亲爱的朋友 另一位继续说道 你要镇静一点 你看得出来我太激动了 咱们坐下来慢慢地谈吧 哦 这么说 你一收到我的信就猜着了 几灵鬼 是吗 哦 我亲爱的凯瑟人 只有你了解我的心思 才能估量我此刻的幸福 你哥哥是最有魅力的男人 我只希望我自己能再配得上他一点 可不知道你的好爸爸跟好妈妈是什么意见呢 哦 天哪 我一想起他们就非常的激动 凯瑟人的理解 方开始苏醒了 对事情真相的一个想法 突然在心中冒出来 因为这从未体验过的新奇感觉 他不禁激动地脸放红韵 说道 老天爷 我的Isabel 你在说什么呀 你会 你真会是在与James恋爱吗 然而 他不久便发现 这一大胆的猜测 还只不过涉及了事实的一半 他以前老受到Isabel的责怪 说他 说他能在Isabel的一领一笑 一举一动中看出他的钟爱之情 而在他们昨日的交友中 他也欣喜地接受了同样钟爱之情的表白 他的心 他的忠贞也同样向James做了许诺 凯瑟琳从来不曾听说过 如此有趣 如此奇妙和喜悦的事情 他的哥哥和他的朋友订婚了 由于这种情况从未经历过 因此他就显得非常重要 无法用言语来表达 因而他认为这是平常的生活道路上 几乎不会重复出现的重大事件之一 他无法用言语来表达他的感情之强烈 然而 这感情的性质 却使他的朋友感到得意 首先一言表的是 未能做姑嫂而感到的幸福 于是两位美丽的小姐拥抱在一起 流出了喜悦的泪水 然而 尽管凯瑟琳在展放这一层亲属关系时 从心底里感到高兴 但是 必须承认 伊瑟琳对他们亲密关系的预见 要远远超过他 对我来说 我亲爱的凯瑟琳 今后 你比安妮和玛丽都要亲得多了 我感到 与我自己的家庭相比 我会更加的亲近我亲爱的莫兰的家的 这样的友情境界 是凯瑟琳所无法理解的 你跟你亲爱的哥哥太像了 伊瑟琳要继续说 所以 我刚见到你的那一刻就喜欢极了 不过 我一直都是这样的 刚见面的那一刻是至关重要的 就在去年圣诞节莫兰到我们家来的第一天 就在我刚看见她的那一刻 我的心就追不回来了 我记得当时穿的是一件黄色礼服 长发 长发 竖在头上 就在我进入客厅 撞将她介绍给我的时候 我心里想 我以前从未见到过这么帅的人 听到这话 Kathryn暗暗默 浅诚认爱情的巨大力量 因为 监管她非常的爱她哥哥 而且 对于她的一切天赋才能也十分赞赏 但是 她却从来不认为她帅 我还记得 安德鲁斯小姐那天晚上 跟我们一起吃茶 她穿一件深褐色 薄礼服 她真的是个美人 我一是想 你哥哥一定会爱上他的 心里想着这事 我一个晚上都没合眼 哦 凯瑟琳 为了你哥哥 我有许多个夜晚 没有睡着过 我是绝不愿意受 半点这样的痛苦的 我知道我已经变得 非常的憔悴了 不过我不说我心里的苦恼了 省得你心里难受 你已经看得够多的了 我觉得我老是流露出 自己的感情 说起对于神职的偏爱 总是毫不提防的 不过我心中一直相信 你会替我保守秘密的 凯瑟琳觉得 这一点是最保险的 可是一想到事情发展到 她竟毫无所知 她又觉得羞愧 因此她不敢再去辩解 也不敢说她 并不是如伊瑟琳说的那样 机灵敏锐 善解人意 她发觉她哥哥 正打点行装 准备立即动身 回富罗顿去说明情况 请求父母的同意 而这才是伊瑟琳心里 真正不平静的根源 凯瑟琳自己相信 也诚恳地叫伊瑟琳相信 她的父母是绝不会反对 他们儿子的意愿的 做父母的人 她说道 他们是最善良的 是最希望他们的子女 得到幸福的 毫无疑问 他们会立即同意的 莫兰也是这么说的 伊瑟琳接话说 可是我不敢有这样的奢望 给我的陪价 是微不足道的 他们怎么也不会同意的 你哥哥 他干嘛 为得起我呢 凯瑟琳又一次看到了 爱情的力量 说真的 伊瑟琳 你太看低自己了 陪价的多少 是无关紧要的 哦 亲爱的凯瑟琳 我知道 在你的心里 陪价的多少 是无关紧要的 可是我们不可以 希望许多人 都这样公正无私呀 至于我自己 我相信 我但愿我们双方的近况 能调换一下 要是我有几百万的陪价 要是我可以 住在整个世界 我唯一的选择 就是你的哥哥 这一可爱的想法 既新鲜又有意思 听了叫人喜欢 使凯瑟琳 产生了非常愉快的回忆 想起了他所熟悉的 女主人公 他觉得他的朋友 在说出这一个 美妙的想法时 是最最可爱的 从来没有可爱过 我相信他们会统一的 他再三的声明 我相信他们会喜欢你的 要我说吗 一直不要说到 我的愿望很普通 小小的一笔收入 我就满足了 只要两个人真心相爱 贫既是富 说话我最讨厌 我怎么也不会在伦敦定局的 在某个僻静的乡村 找一座小屋 哇 就喜出望外了 李诗满附近 有几座可爱的小别墅 李诗满 凯族人嚷道 你得在富罗顿附近住 你得找近我们大家的地方住 我们不住在附近 我真的会很难受 只要我住在离你很近的地方 我就心满意足了 可是这些话都是空的 没有得到你附近的回音之前 我是不会去考虑 这样的事情的 莫兰说 今晚要把信 缩到索尔兹伯里 明天就要回信了 明天 我知道我是不会有勇气 去拆信的 我知道回信 一到我就完了 说了这一番担心的话之后 一直被我沉思起来 待到他又说话的时候 已经要决定 做什么样的结婚礼服了 他们两人的谈话 被那位心情迫切的恋人打断了 他是来依稀别的 他就要动身到维尔特郡去 凯瑟仁想说几句祝贺她的话 可是她不知道要说什么 大的千言万语 只蕴藏在她的毛子里 不过八大类词汇在她的眼神中 极其声动明白地流露出来 因此 杰姆斯毫不费力地就能理会连贯起来的意思 因为他迫不及待地要实现他的全部期望 所以他只是匆匆地告别 而且倘若不是他的心中人 胶着地催促他快动身 反而一回回地让他耽搁 那么他的告别就会更加的匆匆了 有两回就因为他胶着地催他快走 他几乎到了门口又被叫回来 真的莫兰 我非得赶你走了 你想想自己骑马 得多赶多远的路啊 见你这么磨磨蹭蹭的 我真耐不住 天哪 别浪费时间了 行了 走吧 走吧 我先让你走 这两个朋友的心 比先前连结得更加密集了 这一天他们俩是难舍难分 于是这一天的时光 在憧憬古嫂间的愉悦中飞逝 索布太太与她的儿子是无所不知的 他们似乎认为 只要莫兰先生一准诺 就会把伊斯贝尔的订婚 视作他们家可以想见的最幸运之事 他们此时也得到许可进屋来 与他们俩一起商议 于是看到他们投来的 一味深长的目光 与神秘兮兮的表情 那两个不许待在客厅里的小妹妹心中 充满了好奇 以凯瑟人朴素的感情看来 她觉得这种怪里怪去的虚紧态度 似乎既不是出于好意 又未必能始终坚持 若不是他们这种行为没有继续下去 她早就忍不住 要点明这种态度的不友好了 然而小妹妹Annie以Mary的一句 我有一个想法了 那思维的敏锐 倒使她放松了情绪 那一晚只见他们仿佛 进行了一场智斗 她体现了索布家族的族制多谋 一边是装作知道了秘密 一边是发现了秘密而不说 但双方都是同样的互不相让 第二天 凯瑟人又去了她朋友那里 力图稳定一下她的情绪 并消磨书信到来之前 那段难哀的时光 这样做也是很有必要的 因为随着合乎情理的 期盼的时刻的临近 依子比尔的情绪越来越抑郁 而且就在书信抵达之前 她的情绪已经是真正的苦闷了 然而待到书信真的抵达 哪里还有苦闷 我非常顺利地得到了此爱的双亲的同意 他们还答应 凡事力所能及之事 他们都会做出努力 让我的幸福快快到来 这是来信的 头三行字 于是顷刻间 一切都平平安安 令人高兴 依子比尔立即戏上眉梢 满脸通红 忧虑 范畴 范畴似乎已 烟消云散 她的情绪 几乎亢奋得 无法控制 她还毫不顾忌地 称自己是世上 最最幸福的人 索普太太含着喜悦的眼泪 拥抱她的女儿 拥抱她的儿子 拥抱她的客人 即使半个巴斯城的人来了 她也会因诚心满意而拥抱他们 她的心充满了慈爱 每说一句话 都要戴上 亲爱的壮 亲爱的凯瑟 亲爱的安妮 和亲爱的玛瑞 必须立即叫人来分享他们的快乐 而在伊萨贝尔名字之前 连加两个亲爱的 对这宝贝孩子来说 也是完全受之无愧的 壮自己 也不遮掩喜悦 她不仅把莫兰先生 称作是世界上 最优秀的人 而且还一跌连声地 赌咒发誓说了 许多赞美的话 那封带来 这一切快乐的书信 是一封很短的信 内容除了表达 对事情成功的保证之外 没有多少别的话 而详细情况的说明 则要推迟到 James的再次来信 不过 对伊萨贝尔来说 那些详细情况 她是等得起的 必不可晓得 密兰先生的忍诺 都已经包含了 她已经郑重地答应 一切都会顺顺利利的 至于他们的经济来源 如何解决 地产是否要放弃 储备资金的所有权 是否要转让这些事情 她既然又不存偏见的性格 是毫不关心的 她是一个聪明人 对于体面 而迅速地成立家业 心里是有把握的 因此 她迅速展开了想象的翅膀 领略 成家立业之后 伴随而至的幸福 她干到了几个星期之后 她受到 富勒顿 每一位新结识的人的 注目和赞叹 成了 普尔特尼 每一位 受尊重的老朋友 羡慕的人 有一辆马车 听她调用 她的名片上 有了一个新的信 先手上 还有戒指的闪烁 庄左扑 远不过是 等书信 一到自己 就动身去伦敦的 既然现在 已经了解了信的内容 她也就打点行装 准备动身了 哎 莫兰小姐 见凯瑟人一个人 在客厅里待着时 她这样说 我是来跟你说再见的 凯瑟人则 祝她里头愉快 她装作没听见她的话 走到窗前 心神不定的样子 嘴里哼着裙子 似乎全在想自己的心事 你到德维西斯 不会务实吗 凯瑟人说 她没有答话 但她沉默了一分钟之后 突然说 啊 这结婚的计划 真是绝妙 莫兰和贝尔 真聪明 莫兰小姐 你的意见呢 哇 说着主意不错 我觉得的确是一件 很好的事 是吗 哎呀 真坦白 不过我很高兴 你不敌视婚姻 你听过那首古老的歌 参加一个婚礼 迎来另一个吗 哎 我希望你回来参加贝尔的婚礼 是的 我答应过你妹妹回来的 如果可能的话 怎么说你知道 她扭身很不自然的傻笑着 哎 怎么说你知道 我们可以核实一下 这首古老的歌唱的对不对了 我们 可是我从来不唱歌呀 哎 我祝你旅途愉快 我今天要跟贝尔尼小姐一起吃晚饭 所以我现在得回家去 哎哎 又目着急成这个样子 谁知道我们核实才能再见面呢 新冠再过两个星期 我会来乡下 可是两个星期我觉得太长了 那你干嘛要离开这么久呢 凯瑟尔回答 因为见她在等她的答话 不管怎么说 你很善良 既善良又温和 我不会随随便便忘记的 我总觉得你比谁都温和 性情温和极了 不光是性情温和 而且哪方面都好 还有 你真 说真的 我从没见过 像你这样的 哦 是真的 我这样的人 有许许多多 可只是都比我好很多 再会了 不过我说呀 莫兰小姐 过不了多久 我会到弗洛顿来请安的 如果你们不讨厌的话 一定要去 我爸爸妈妈看到你 会很高兴的 我还希望 我希望莫兰小姐 你见了我不会觉得遗憾 哦 哪能呢 一点也不会 很少有人 我见了会觉得遗憾的 来客人 总是开心的事啊 我就是这样想的 我要几个让人开心的伙伴 只要和几个我爱的人聚在一起 只要到我喜欢的地方去 跟我喜欢的人在一起 别的人都去见鬼吧 嗨 我真是从心底里感到高兴 听见你也这样说 莫兰小姐 我倒觉得 你跟我在多数事情上的想法 是很相像的 也许有可能 可我从没想到过这一点 至于说多数事情 老实告诉你吧 我有自己的看法的事情不多 嘿 我也一样 我这个人 是不会为 跟我无关的事 去伤脑筋的 我对师傅的看法很简单 就让我 要我喜欢的姑娘 哎 又有一座 舒服的房子 那我还关心 别的事情做什么 财产算不了什么 我自己的一份丰厚收入 是有把握的 假如这位姑娘 没有一文钱的嫁妆 怎么 哪样 反而更好 很对 在这一点上 我的想法跟你一样 假如一方有一大笔财产 另一方 就没有必要要什么财产 别管哪一方有 只要够就行了 我讨厌有了大笔财产之后 还要追求大笔财产的想法 而 一金钱为目的的婚姻 我认为是世上 最最厌恶的事 再见了 我们很高兴 现在 富勒顿见到你 什么时候方便 就什么时候来啊 说完他就走了 他 再殷勤也无法 多挽留他一会儿 有这样的消息要传达 有这样的 一次拜访 要做准备 他要走 是挽留不住的 不过 他有什么理由要坚持 他还是急匆匆地走了 让他一个人去回味自己 那一番得意的话 以及他说的明明白白的意思 由于他刚得知哥哥订婚的消息 有过那么一阵激动 因此他以为把这一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 告诉艾伦先生和艾伦太太 他们的在感情上 也一定不会无动于衷的 可 他感到太失望了 这件大事 他是拐弯抹角 说了一大堆婉转的话之后 才引出来的 然而他哥哥 一到巴斯 他们就已经料到 会有这样的事 当时他们的全部感情 就包含在一个住院里 住院年轻人 婚姻幸福美满 此外 艾伦先生称赞 伊萨贝尔的美丽 艾伦太太则说 伊萨贝尔非常幸运 在凯瑟人这边听来 这是令人感到 极意外的冷漠 不过 前一天 James已经去了 富勒顿 这一秘密一透露 倒是艾伦太太 情绪很是兴奋 她再不能 平心静气地听 凯瑟人说话了 而是 一跌连声地表示遗憾 说这是不该瞒着 并说 她真希望 她走之前 能看到她 因为她肯定 要麻烦她问候她父母 以及 向斯金娜一家 问好 请不吝点赞